Hello大家好 我是海洋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十二生肖2020年 庚金止水年 如何来开财运 然后呢 每一个生肖呢 到底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吉凶或糊 老鼠年呢 就是十二生肖的开头 所以呢 我们在十二生肖的开头呢 第一个呢 要注重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在老鼠年呢 就开始有旺运 财运 好运 富贵运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运势不好的人呢 要怎么样趋吉避凶 等一下海洋老师会教你们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呢 庚金止水年 叫做金水相生之年 财星又落在身 所以呢 今年整年度呢 都跟金有关 天干是庚金 那财库呢 落在身 那叫做 在侯的宫位叫身金 所以呢 天干地支都是金的时候呢 就整年度呢 我们都跟金扯上关系了 金它代表的是财富 金钱 还有呢 所有的跟金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贵重宝石 黄金 这些都算是金 那金器银器都算 所以呢 在2020年呢 只要跟这些有关的生意呢 事业呢 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的衣服要带点金 那这个你的配件 像我这个耳环带点金 那所以呢 不管你的衣服配件呢 都带点金的话呢 或者带一个金色的戒指 金色的项链都可以 金银都可以 不一定全金的 因为金跟银都差不多 带钻石也可以啰 好 带宝石的话 那带红色的 我们来看呢 今年香葱是属马的 老鼠冲马 那代表什么 水火之客 水火香客的话呢 叫做无情客 这个无情客呢 第一个呢 冲击到的就植物宝油 这四个生肖 好植物宝油这四个生肖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 那就是桃花四败地 桃花四败地呢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在斗树里面啊 或者生肖里面的话呢 桃花就是人际关系 跟你的桃花有关系的 都叫桃花 好 男女之间的桃花 现在有男男桃花 女女桃花 这个都算了齁 因为我们台湾是第一个 亚洲国家可以同性结婚的 好 所以呢 跟桃花有关的 不管是男女关系 男男女女关系呢 都一样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呢 呃 桃花也代表是人际关系 所以在今年2020年 大家要特别注重人际关系 因为人际关系都被冲 被克的同时也代表说 在整个年度里面呢 人际关系是产生背离的 产生纠纷的 产生麻烦的 而且呢 感情上呢 也会比较有冲击性大一点 比如说你 烂桃花会特别多 然后呢 因为桃花起争执 桃花起纠纷 桃花起官司 人际关系 起纠纷 起官司 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2020年呢 要特别注意呢 人际跟桃花关系啰 那桃花一旦被冲克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重呢 怎么样相处和谐 人际关系的协调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在2020年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财运 因为老鼠年呢 财运最重要 如果你在这一 今年的财运不好的话 未来 可能这12年 运势都不会太好 但每一个人呢 他的运势有起有落 那不是每个月都一样的 也不是每年都一样 但是我们在老鼠的开头年呢 一定要让他变好 所以我们财运要特别加强 第二个呢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事业运 事业运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是不是可以升官发财啦 或者呢可以步步高升啊 甚至呢 你可以呢一飞冲天啦 事业运其实就会待望财运 所以事业很重要 但是财运不一定跟做事业有关系 第一个可能做投资啊 理财啦 甚至呢 家人给你的啦 甚至呢 你得到什么 长上的余印啦 比如说 就是分家产啦 那财运其实不见得通通都是跟事业有关系 但是呢 可能也有那种爆发财 就是什么 比如说中乐透啊 中奖啊 这个跟财运都有关系 所以财运它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的财 事业运就不一样了 事业运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的 第一个是投资 投资事业 比如说我开店展店啦 甚至呢 我开工厂啦 我要赶快到海外去布局啦 这个都跟事业有关喔 那如果说你在今年的事业运更好的话呢 运势就会改变喔 所以呢 要加强这两个部分 那当然呢 你做事业是不是要很多贵人来帮助你呢 所以今年2020年 我刚才讲过了喔 贵人很少 小人很多 那既然要防小人的话呢 第一个我建议大家带伪戒喔 你看我每天都在带着伪戒喔 为什么 知道自己运势啊 所以带着伪戒提示自己呢 不要得罪人家啦 所以呢在今年2020年呢 提示大家就是说 贵人都会变小人喔 所以要特别注意小人特多喔 那接着下来桃花被克 桃花被克人际关系背离嘛 所以要特别注意人际关系的协调 还有人际关系的合作喔 那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你运势就不会旺喔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人际关系上面加强喔 那当然我们的贵人运啊 桃花运啊 这些都跟这些2020年有关系 2020年的桃花呢 其实呢 基本上在每一个月都会不一样 每一个生肖也会不一样 所以底下会逐一来告诉大家 每一个生肖的这些财运 事业运 贵人运 桃花运 以及健康运喔 另外的话会提示大家呢 怎么样改运法 还有你的幸运颜色是什么 谢谢大家 老鼠呢 在今年犯太岁的同时 除了要按太岁点光明灯以外呢 当然你最好就点一个财神灯 因为半年当中 你有三个月是不好的 那也代表什么 这三个月你是会很多麻烦的 所以呢 要特别小心这三个月 农历的二月 三月跟六月喔 好 那天干是跟甲相充 庚金跟甲木是相充的 好 金克木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甲子年出生的 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是相充喔 所以呢 金克你的木 那金克木 那金克木其实呢 我常讲说喔 玉不着不成器 木不雕不成佛 好 木就是要被雕刻 那也代表什么 你在今年呢 要忍受一些喔 皮肉之苦喔 那就被雕刻的话 就是皮肉之苦啦 还有呢 你心态上面呢 要做调整喔 因为呢 玉不着不成器 木不雕不成佛 那就是说你要接受改变喔 今年甲年出生的 甲子年出生的 那就是民国73年出生的喔 1984年出生的 要接受改变喔 那子五相充 子跟五是相充的 所以呢 你看 甲跟甲相充 子五又相充 你想想看喔 一年当中呢 你有这么多的麻烦的事情 是不是 老鼠要特别谨慎喔 好 太岁当头座 无灾便有祸喔 没有灾 无灾便有祸喔 所以呢 你没有参加 多参加喜事 多参加宴会 多跟人家协调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多喔 否则的话 你在今年的 一月二月开始 你就碰到很多瓶颈喔 农历的一二月 那我们再讲喔 农历一二月还没来之前呢 那十二月 农历的十二月 就开始有很多的纠纷存在了喔 比如说职场上的问题 钱财上的问题 还有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都会开始在农历的十二月 其实十一月呢 就面临到问题了 农历十一月 为什么 十一月就是老鼠的月份 所以人家是慢慢到 你是提早到 你很讨厌耶 是不是 还是运势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我说常常说 好运慢慢来 坏运会提早到 所以老鼠呢 在农历的十一月 下半个月开始呢 就产生一些 人际上的问题的背离啦 或者呢 冲突啦 甚至呢 钱财上的不顺啦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家运不合 所以要特别注意喔 好 那你的三合是生子成三合 所以呢 在农的月份跟猴的月份呢 对你来讲是很好的喔 那也代表说 属老鼠的呢 在农历的三月跟七月 运势会比较旺一点喔 六合在丑 那就是在农历的十二月了 好 那农历十二月就下半年了 最后一个月了 我们就不讲了 红烟煞在续 那红烟煞在续的意思是什么 呃 你有一些烂桃花 是在农历的九月会产生喔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农历九月呢 它可能从一月就开始 因为今年就很多烂桃花 呃 植物宝油呢 四个桃花生肖被冲 那也代表什么 人际关系的背离 人际关系的不和 人际关系的一些 呃 互相攻击 都会产生喔 所以我们要在一月份的开始 就要特别注意喔 那你净贵是在什么时候呢 乙年跟几年出生人是你的贵人喔 乙年是 呃 如果是民国出生年的话 是尾数是四的 那如果以西元年来讲的话 尾数是五的 比如说 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 这种的 就是以年出生的 那几年呢 是国立年的话叫尾数是八 那西元年的话尾数是九 所以呢 你的贵人是跟五跟九有关系的 就是西元年来讲尾数喔 它的尾数是五跟九有关系 堆贵在丑位 好 就六月跟十二月才有贵人孕 所以你要熬半年喔 因为我们只要讲上半年的同时 就是代表说你要在这半年当中你要熬过这些困境喔 呃没有贵人要靠 靠己之力喔 奋力向前喔 好 静长生在心 那堆长生在世 所以农历的四月呢 你的健康会比较好一点喔 比如说可能你有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啦 呃或者你必须要面临呢 呃去住院开刀啦 所以不管是年纪轻年纪大都一样 还要注意意外之灾 那农历的四月对你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喔 堆旺在游就过了呃 农历的六月了 那在八月了喔 旺期在八月才会出现喔 那静鹿的话在魁 哇在魁的话很麻烦欸 在农历的十一月喔 所以呢你会觉得哇 怎么今年进财好难喔 另外的话堆鹿再引 好一月份呢 其实你是有堆财运的好运喔 所以在农历的一月份呢 只有在上半年你只有在农历的一月三月 喔 运势是比较强 不过呢因为农历的五月呢 呃 农历的五月是你的正冲喔 正冲所以我等一下会跟你讲解一下喔 文昌在害 今年呢如果考运要好的人呢 文昌是在害 那就是在农历的十月份 十月份呢合到的是六月喔 好你要合到六月以后呢 文昌运才会旺起来喔 因为有贵人跟文昌 那但是呢二月份也合到文昌啊 问题是二月份的考运并不好 所以你今年要参加国际级的考试啦 甚至呢 呃有一些不好的运势都要特别注意喔 那给你的提示喔 老鼠呢今年犯太岁 按太岁点光明灯是必然要的喔 再加一个因为你前面的运势都不是那么旺 所以要点一个财神灯喔 海洋老师的官网上面有可以帮你服务喔 所以你们也可以上我的官网去喔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再讲农历的一月份 物影月入在四 好如果你在农历的一月份的话呢 财星落在四的公位是农历四月的公位 在蛇的公位 所以在这个月当中呢 蛇你要好好的跟他好好的互动喔 属蛇的朋友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喔 好二月份呢 吉宝月入在五 好农历的二月呢 财星落在马的公位 所以你要好好跟属马的朋友呢 属马的同事啦 长官啦 好好的互相切磋一下 然后他才会帮助你喔 财星落在五的公位也代表说 你在农历二月份的时候呢 财运呢 是需要靠贵人的帮助的 三月份是更成喔 入在身 那就七月过了喔 那已经过了农历六月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你看你农历三月份并没有财运喔 好四月份的话在四 入在有又在八月去了 所以四月份你的财运落在下半年耶 所以你看有连着两个月呢 三月四月都是落在下半年才有财运 上半年就是要奋力突围向上 努力发展 否则的话呢 你的财运并不会太好 好五月份呢 是入在害 你看又跑到十月份去了 六月份呢 睽未入在农历的十一月 好所以你的所获所得都在下半年 而非在上半年 上半年就是要怎么样 呃 墾荒的日子很多 就是要 呃 荒湖的原地呢 你要去开墾 也代表说 你从挖土 哦 开墾 然后呢 呃 灌水 然后要顺参醉 就是要平常就要多多的努力 好那你才要种田 那田那个稻苗种下去呢 你要等待收成 所以前半年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要等待收成的日子 蛮长的 蛮漫长的 那也代表说你在 2020年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你要特别加紧脚步以外呢 而且要努力以外呢 另外的话 不要跟人家起冲突 哦 不管是你的朋友 你的部署 你的长官 甚至你的家人哦 呃 你的partner 你的合作伙伴 你都要特别的谨慎相处哦 因为呢 今年呢 是人际关系不好的一年 所以提示你哦 要特别小心了 好 你今年最好的颜色是什么呢 男孩子的话 穿贵金跟红色哦 是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桃红色紫色都可以哦 桃红跟紫色也可以的哦 女孩子哦 因为紫色代表贵人哦 那男孩子的话呢哦 好水蓝色对你来讲会不错的哦 水蓝哦 啊 湖水绿哦 湖水绿也很好哦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呃 黑色是忌讳的哦 你今年不要穿黑色 穿白色是可以的哦 米色也很好 所以男孩子的话 穿水蓝 湖水绿 白色米色哦 对你来讲都可以加分的 褐色系也很好 因为呢 土可以克水哦 褐色的话就是 带点那种 啊 圆木色的褐色 不要生褐色 生咖啡不太适合 就浅咖啡是可以的哦 就是巧克力的颜色 不要浅一点巧克力颜色 不要生的巧克力颜色 哦 这样了解了没有 好 那橘红色呢 其实是男女都可以穿的哦 比如说你可以带一些配件 是橘红色的 红色的配件 比如说你的包包 哦 或者呢 呃 大包包不是小皮夹 哦 那如果说 你可以用金色的话 比如说 呃 带点金色的那种领夹 领带哦 都可以的 金黄色带橘色的都很好哦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呃 你在今年的话呢 应该说你的喜色呢 其实还蛮多的哦 可以增加你的富贵运财运 加上你的贵人运哦 好 我们来看你的财运 财运在农历三五六月 三五六月会比较好一点哦 农历的三月 五月六月会比较好一点哦 好 贵人在农历的六月哦 所以呢 你的上半年几乎都没有贵人 可以帮助你那你就要谨慎行事哦 因为贵人很重要贵人呢 呃 提须一下贵人帮助一下 我们就可以四半功倍 但是你今年上半年要四倍功半哦 就是好像老驴拖车一样 怎么拖不动的感觉 然后做了好多事情呢 得不到你所 你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成果哦 那今年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贵人运比较差一点弱一点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哦 因为下半年才会有好运的到来 所以前面是你耕耘哦 前面六个月是你耕耘的日子哦 桃花再有哦 那基本上要到八孕才有桃花孕 农历的八月 所以上半年几乎桃花阵亡哦 你怎么谈恋爱都没有用哦 所以我劝你呢 好好的悟悟实实的面对你的工作哦 面对你的家庭哦 那桃花孕呢 对你来讲今年呢 因为呢 呃你看孤城在 呃孤城在一月份哦 哦 那寡数呢是在九月份 那也代表说你在一月份以后 你常常觉得很孤单的感觉 如果你是未婚的朋友呢 你会想找对象 在今年是不太适合的哦 桃花孕并不好 都是烂桃花比较多 尤其在上半年哦 上半年烂桃花真是哦 好像那种 所以你对桃花的那种 呃情爱呢 应该要减弱一点哦 否则的话你会受伤 累累哦 好 那就桃花孕都是不好 男女都一样哦 都烂桃花比较多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四月孕 四月孕在三月哦 农历的三月才可以开始转孕哦 那也代表说一二月呢 你是处于呢哦 面临呢哦 困境当中 那三月份才能转孕的话 也代表说你在农历的三月份呢 可以哦 呃如理薄冰的哦 好好的哦 然后呢 趁盛追齐 因为好运到来的时候呢哦 一二月如理薄冰 那三月份就要趁盛追齐 所以你布局是在一二月哦 你在四月 不管你是做投资 海外投资 国内投资 甚至呢你要布展事业 其实在今年来讲 上半年都不太适合哦 给你的提示 尤其是一些CEO老板们哦 啊 甚至有一些青创的朋友们呢 都要在这个一二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你所做的一些Proposal 或者计划呢 哦 变化更快哦 所以呢 计划不如变化哦 所以你的计划是没有办法 呃让你旅行哦 旅行到那些好运的呃 加龄哦 好你的改运法要怎么样处理呢 好既然上半年都不是太好 除了三月份呢 比较好一点以外呢 就是说你在一二月呢 要布局哦 然后呢好好的冷静的思考 你怎么面对你的2020的未来 哦 上半年怎么样去解决你的问题 好农历的四月哦 农历的四月呢 呃财运落在呢 有的公位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好 农历三月财星比较好 但是今年呢 生是空亡 那生是空亡是代表什么 财会 财来成空 所以你的花卉会特别的大 哦 财来财去哦 就是左手进右手出 因为入空哦 空在入 空在深 那天空地结在深的时候 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的计划呢 还是没有办法复诸实现 所以建议呢 属属的朋友 今年只能呢 好好的稳住你的脚步 好好的稳住你的工作 好好稳住你的事业 不要想大张旗鼓的去加码投资 所以呢 上半年呢 老鼠的朋友呢 给你的建议你要记住啦 哦 另外的话呢 呃 给你讲了这么多 你会觉得说 那我怎么改运呢 第一个呢 你的家的门口 如果是来东方的话 今年刚好五黄煞 所以你的门 如果在五黄煞 要先画五黄煞 好 五黄煞要怎么样画呢 第一个呢 去年海洋老师有介绍那个隔角煞 哦 是可以用的 那当然门口的话呢 摆一对呢 脾修最好 因为脾修可以正宅 哦 或者呢 麒麟也可以 但是现在麒麟取得不容易 脾修其实还可以招财 麒麟只是说我们家运会变好而已哦 所以你的办公室 如果是门口的话 我建议大家呢 哦 叔叔的朋友呢 怎样改运呢 放一对脾修 好不好 放一对脾修 哦 那另外呢 你可以有一个马上封猴 马上封猴也很好 因为财星落在猴的宫位 虽然属猴的运势不热 但是因为见路空 那路空的 就是见财空 财空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门口呢 呃 比如说 初一十五年可以点灯 哦 点灯 就是门口要点亮 那当然门口第一个要洗干净 第二个地垫很重要 地垫用红色的七星镇的地垫最好 哦 这个可以帮助你呢 行人 这个走出门进家门都运气变好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尽量要谨守你的财库运 就说你要小心你的理财方式 不要乱投机乱投资 比如说你做那些股票啦 或者海外基金投资啦 你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甚至你做棋子选择啦 诸如此类的投资呢 都不是太理想 另外的话呢 因为路空嘛 就是你前面赚后面赔嘛 那是没有用的 那门口呢 可以摆一盆呢 那个步步高升竹好不好 竹子呢 水来生木 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楚 也可以让你的运势变旺 那家里的话 可以摆像老师这样子的 背后的这样的鱼 有牡丹花 户柜牡丹 九条锦鱼 还有水 太阳 还有树木 你看竹子 这些呢 都是在2020年呢 属老鼠的朋友可以布局的 好不好 门口摆什么 记住了没有 门口摆皮修 那你的办公室后面家里的客厅 都可以摆九条锦鱼 这个有个大祠堂 那你的运势财运就会更旺一点 那如果运气很败的人呢 建议老师的建议是说 你可以再配戴观音菩萨 配戴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呢 是可以消灾解药化上 当然女性朋友会比较容易佩戴 那男性朋友怎么办呢 挂在你的车上 甚至呢 放在你的包包里面都可以 放在包包 如果在房间的话呢 你可以放在你的床头的左边 男左女右 好不好 欢迎菩萨也可以保平安哦 那平常的话呢 很多人会点香 对不对 或者是说什么做烟供啊 我觉得呢 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做 没空的话呢 就去庙里面拜拜 因为做烟供其实还蛮 蛮繁杂的 因为每天都要做你就会很累 你会觉得说啊 那是不是我的运势不好 就要做烟供 不是 我建议大家 这个改变自己的运势呢 其实有很多方法 那平常有拜拜的人呢 就可以去庙里面多拜拜 好不好 多多的去财神庙呢 或者呢 观音菩萨庙呢 去拜拜 那你今年呢 如果是要立于五职的朋友呢 要拜关公 好不好 拜关公 关公很好哦 关公可以让你呢 运势变望 就像我们那个郭台铭先生呢 我们的台湾守护郭台铭 他就是拜关公哦 而且他非常的虔诚 那所以呢 运势要变好 其实有很多法门可以改变 第一个呢 头发要剪短 指甲要剪一剪 衣服不要穿的太邋遢 甚至呢 车 开车不能快 骑车要慢一点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的车子有坏掉要修 好不好 修好了以后再上路 平常的人际关系 要跟人家和谐 不要老是争执 把我们的脾气收起来 那运势就会变旺哦 好 祝福呢全球的熟老鼠的朋友呢 好 运势都变好 来看一下 老鼠太岁正做 所以太岁当头做无债便有货 无喜便有货 所以呢 要多参加喜庆宴会 多穿一些比较吉祥色 好不好 多佩戴一些吉祥的东西 夹子年是1924跟1984年 秉子年是1936跟1996年 悟子年是1948跟2008年 庚子年是1960 那庚子年就是49年次的 19年次的 所以今年呢 庚子年的太岁正做就是庚子 任子年是1972 那就是61年次的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面呢 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运势 希望大家都能够趋吉避凶 好运旺旺来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请按赞 然后呢 不要忘记 到YouTube上面按那个小铃铛 鼠牛虎兔12个生肖 我会一篇一篇的做给大家 202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运年 我们在2020如何帮助自己呢 好运旺旺来 其实每一个生肖都要注重 有些特别要小心的地方 有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甚至呢 你可以加强哪个部分 然后削弱哪个部分 好不好 那不要忘记了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可以打这个电话 0227373000 还有老师会帮你做服务哦 谢谢大家 祝福你们 好运旺旺来 拜拜